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心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现在踢爆 说李嘉芬的父亲在担任云林县议员时期 不但在浊水溪倒采砂石 而且让河川局盖堤防圈地后 李嘉然占用了国有地盖砂石场 再加上那块地变更了三次地幕 从河川地农有地再变更到了矿业用地 这段期间刚好是韩国瑜担任立委的时期 向监委地上陈琴书 立法委员黄国昌在出招监院陈琴 继续追打韩国瑜和李嘉芬家族倒采砂石案 人是有限度的 有极限的 到极限的时候不能把它化解 它会爆炸 韩国瑜不忍了 我由幕僚赴北剑爱玲申购 没错韩国瑜竞选办公室正式对黄国昌提告了 这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差别 民进党被爆料就装没事 反正风波过了网军还能起回来 国民党被爆料就直接提告 结果风波越闹越大最后搞死自己 记者会上大大的讽词标语 立委黄国昌继续紧咬砂石案 在报李嘉芬家族 不但违法占用国有地道采砂石 就连被国有财产署财罚的补偿金也一毛未缴 黄国昌出示追查的证据 当时国有财产局以2000年到2002年 被占用的时间来算 李嘉芬家族应该付出282万多元的补偿金 但最后一毛都没有缴 直到2006年 李嘉芬的父亲李日贵 申请作为检疫休闲农场 国有财产局才要求缴交2002到2006年的补偿金 却只缴了4万多元 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补脑 像这样的庶民颠覆我的大脑 我租房子没缴租金 房东就会直接把我赶出去 李嘉王朝是占地为王直接开采砂石 大宗大厂所占有的魅基只有一点点 所以后来呢 确定了做重新的认定 请各位看 公文在这里 这块地从头到尾 没有一天是矿业用地 他从头到尾都是农木用地 依法认定的面积 大通杀石行业 都依法缴纳补偿金 你有你的人生活 有我的旅程 你的农木用地能挖杀石 还可随意变更地木 但对韩国瑜来说这些都不重要 意味且秋说这些都不干他的事 司令的家人犯法当然跟司令无关 更何况对一个总统候选人来说 请问你们各位每一位 你们岳父30年前家的 是到底干候选人什么事 这才是真正的庶民切割刀法 司烟案的爆米花都还没吃完 国昌老师就翻脸了 国民党被当成转移的目标 当然委屈 所以请国昌老师 停止你的乌龙爆料 把精力放在你过去追查 但是现在还找不到 最后金流在哪里的司烟案 占用三年多 只要47000还可以不缴 韩市长如果还有这种好康的 也可以分给我们吗 我也好想当庶民啊 他绝对不肯吗 每日广告观看次数 屌打眼见所有广告看板 最强大的CP值 最直接的曝光率 行销广告求婚告白 婚伤喜庆纸桑骂怀 商品交换可密是协商 你有钱我们就有故事 买广告曝光就交给老天鹅 这个交给我就好 柯文哲 放下现在展望未来 当政治场上民进党的先发投手 蔡英文投了四年掉了很多分 眼看国民党就要拿下胜利 后援投手韩国瑜 却提油桶就火 让民进党封出了一发又一发的拳雷打 屌尼尔 你不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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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他想要跟着打比赛的选手 也都默默的看着国瑜被打爆 但吃瓜群众中有一个人 已经在旁边热身准备下一场了 你现在老实讲 你现在如果去选的话一定会 不会会一头十抓两头 市政策的问题 所以你后一集一定会算 那没有意外的话会选 欸 他大辣辣的说 眼看民众党已经准备全力冲刺 坐在党主席大卫的柯师傅 早就架好了木桩在练功了 柯本们叛牙叛终于叛到这个答案 但柯文哲想在四年后上场投球 如果没搞定自己的两岸关系定位 除了加油声外也可能也会听到一些来自场外的声音 所以你要信 你要信那边你要尊重他们的规矩嘛 所以无事外就是他去他们的规矩嘛 你柯文哲去他们的规矩嘛 柯文哲去他们的规矩啊 柯文哲在台湾很拽哦 台湾开设台湾 台湾大辣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是这样讲啊 就是这样的时候 课谁主辩啊 我们俩主辩 他很强 一手辉军国会 一手台北市政 原来都是在铺自己漫长的总统路 其实你刚才说到侯友宜 你脑袋里面有没有闪过说 2022是你的对手或是侯友宜 有可能啊 因为如果这次国民党全灭的话 最强的诸佛就侯友宜了 真的剩他一个 你不要把实话说出来 国民党的实力战将们 在活于司令出现后躲的躲逃的逃 不论输赢都在放眼2024 大家好友宜 别害我友宜 我就看看看看 看看 韩兵的好 问世间就知道 从韩市长跟恰吉的宋表事件 意外爆出了韩兵马卡龙之情 韩兵有寄了马卡龙巧克力 还有两颗很大很漂亮的 那个 那个叫什么 世间直询行云流水 此都不会忘 偏偏遇到韩兵就忘记 那两颗很大很漂亮的 甜瓜 太过分了 俗话说要掌握一个男人的心 就得先掌握他的胃 这点韩兵不但做到了 也让世间早在韩总还没被动参选时 就对韩兵感动于新宣誓效忠 小孩扯进政治的漩涡 那去扯的人这未免 太没有人性了 而且这是人神共分的事情 但怎么爸爸说出来要选之后 韩兵就像我还没遇到的初恋 消失在茫黄人海里 不仅韩粉疑问更让世间费解 这题我们就让少康来帮我们提问 自选高雄市长他帮了很多忙 为什么最近都看不到 很多人在关心 因为相关单位的朋友警告我 只要韩兵一出来马上被抹黑 包括最近抹黑他怀孕了 他怀孕了 他完全没有怀孕 OK 比像我当爸爸的 他每一个月女孩子嘛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有没有怀孕 完全没有怀孕 第二他不是我亲生的 第三个什么 很多资料 所以我不愿意我的孩子受到伤害 看看旁边善政的眼神 大概又在想待会要怎么善后了吧 但听到这里最气的不是韩总 而是时间 这你来从事政治首先的任务 你要先保护好家人 那孩子的事不要拿出来随便 拿出来开玩笑 反而你这么讲了以后 我觉得让孩子不光 本身对孩子的伤害 这个都是非常不好 网络回头不是跳海就是暴走 你各位真的不要再踩时间底线了 好吗 太空军种 星际大战中的银河帝国战斗基地 发射强力雷射就毁掉一个星球 但那些在太空打来打去的剧情 即将要被美国狂人川普带到现实 根据美国国会议员10日支持的协议 并获得军事委员会中民主党与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批准 将编列新台币22.5兆元的军事开支 用于包含成立太空军种的军事活动 现在美国研发的太空武器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美国正在研发的太空武器 包括镭射武器 粒子树武器 以及称为上帝之杖的天机动能武器 没有再扯 只有更扯 但其实在太空发明武器成立军队 也不是美国在唱古角戏 因为习大大跟普丁也已经在旁边摩拳擦掌很久了 太空军种成立以后将独立于空军之外成为第六大军种 虽然即便是在太空开打 我也不希望战争以任何形式存在 但我还是希望美国拥有复制星际大战的能力后 可以考虑重现丽雅公主的金色比基尼 摆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